第二个是查出它的缩写 第二个是串接,所以AND加一个AND符号 然后一个减号,这个跟之前有一题 好像我们最早上学期串接手机号码一样 一个减号,你会看到这个有个减 减之后后面再串,AND什么呢? AND如果你今天是check-in日期,你打勾的话 它会出现这样,3981,不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出现的就是 这一天日期,距离1900年1月1号相差几天? 相差39819,那不对 可是如果我假设要格式化的话,要怎么做?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利用有一个函数叫TEXT 打一个TEXT,钱瓜糊 也就是说在那个D2这个储存格 前面呢,再打一个叫做TEXT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它需要两个参数 一个是它的value,value是资料 我把这个资料给它,什么资料 它check-in日期 逗点 然后后面会问你说,那请你帮我 如果你要格式化,formate TEXT 那你告诉我说,你的那个 格式化的规则是什么 如果是TEXT一定是前双以后 那我要粘,不要粘,粘的话是Y啦 OK,那你不要粘的话,那月的话就是M 那如果要两码,两码的意思是说 如果个位数字自动补零,那就打个MM 那再来的话还有日啦,日的话顾名是一码,就DD 所以MMDD,然后后双引号 后瓜糊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不过我印象中大小小没差,你打大写打小小都可以 打个勾看看 所以这个应该会出现0106 OK,打勾 有没有,0106 所以如果你打大写打小写应该都可以啦 OK,那这样的话0106就有了 OK,有没有 它的缩写 然后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 入住check-in的日期 那住几晚 不,住几天啦 我跟这一样 end,一个减的符号 一样先减嘛 然后打勾 如果你不太放心的话 你可以先一边打,一边打勾 然后再来就是 几天的话你end end什么呢 那就是把什么 把check-out的这一天 减掉check-in的这一天 也就是说这一天减这一天 那减完就打个勾看看 两晚啦 所以扫一怎么办 加一就可以了 加一之后的话才是几天 三天两夜 所以他们其实住了三天两夜 其实是两晚的价钱 OK 不过这里它是希望你显示的是几天 OK 然后呢在它的first name 串在后面就完成了 所以end 然后再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再end 它的first name就点这边一下 h2 打个勾 那得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放心 请你呢 把这个画面呢 切到云端上面看一下 如果得到的结果是 这个第二页这个画面 就是L1-0106 如果有了 -3 然后减它的first name 如果你得到是这样的结果 那恭喜你表示你对了 如果假设差一点点 你要检查说你到底哪边出错 并且把它快速向下填满 那你的ID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